有很多朋友经常问起 清代的五地钱 现在使用非常的广泛 一般在收藏市场上面 是什么价格 清代的五地钱顺值同宝 康熙同宝 雍正同宝 乾隆同宝 家庆同宝 每个的价格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那么首先 古代的铜钱 流传到现在 品项上面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了四个等级 比较弱的品项 一般品 好品 还有就是没品 比较弱的品项 一般就是有涅漏 或者 自体涅脸非常的多 几乎只能 很微弱的辨认 而像这种 品项非常的弱 叫弱品 那么一般品 我们是叫通货 通货就是流通过程中 有比较明显的 咳碰 注缺 还有就是 流通模程中 导致的 很多 肢体连连 包括就是 质体 铸造过程中 有很多连连 这种我们叫一般品 通货 那么好品就是 比通货要好一点点 指口比较清晰 磕碰 注缺 都非常的少 看上去 比一般品 要好一些 叫好品 那么美品 各顶各的 基本上 就是指口 一比一化 编到没有磕碰 和注缺 然后前提 正反面 看起来非常漂亮 这种我们叫美品 品项不一样 价格行情是不一样的 甚至 如果是品弱的话 价格在20到40 如果是一般品通货的话 价格在80左右 那么好品在120左右 美品 基本上在150到300 这是与中央局 全员局 这个品种 给大家做参照 然后康熙 中央局的 品弱的话 一般在10块钱左右 一般品通货 在20左右 好品 在30左右 那么如果是 各领各的美品 价格一般在40到100 雍正 如果品比较弱的话 价格在100左右 如果是一般品通货 价格在200左右 如果是好品的话 价格在300左右 如果是各领各的美品 那么价格至少都上了400了 精品 也会上千 前楼 我们以25家的中央局的中亚 价格为例 品弱的话 一般在10块钱左右 一般品通货在15到20 如果是好品的话 价格在30左右 如果是各领各的美品 基本上会跑到40到100 家庭 也以25家的中央局为例 品弱比较弱的话 在10块钱左右 一般品在20左右 好品在50左右 各领各的美品 基本上都会上百 家庭的中央局的中亚 价格它要比乾隆价格要高一些 甚至比航系的价格都要高一点 那么这么算下来 如果是品项比较弱的话 一套清单的努力钱 价格在一两百 如果是一般品通货 价格在三四百 好品的话 价格基本上都会上五百 如果是各领各的美品 价格基本上都会上七八百 这是一套的价格 如果从状态上面来说的话 船市黄量的 它的价格要 黑旗鼓的原味的价格要高 黑旗鼓原味的一般比 罐装的还有就是水坑的 这种价格要高 需要给大家强调一点的就是 五地钱因为现在在市场上面 是比较热门的品种 所以说 假货房品也是非常多的 特别是里面的雍正和顺质 因为这两个价值相对高一些 所以说 使用房品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花凤 每天为大家介绍填币价格行情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